OK 兄弟们大家好 我大炮啊 今天给兄弟们看一下我们175集的一个天元主别的一个建会单挑赛的一个积分的一个情况呀 这边的话积分的话 这边我们的天总排到了第二名 第一名的话是那个财安依依呀 财安依依的话就是就是就是以前那个什么 呃什么斯多尼的名字叫什么大聪明啊 最近天天总这边的话好像被我曝光的太多了 感觉有有有点那种翘的感觉 好吧 我们来看一下比赛吧 废话不多说 选几把精彩的比赛给兄弟们看才是重中之重兄弟们 OK 我们第一把比赛的话看到的是我们天总打瑞宏丰好吧 天总打瑞宏丰对面的话是瑞宏丰的一个花果山 观战方的话是一个武装冠 我们来看一下这这一把比赛 对面的话是一个花果山的一个门牌 天总这边是一个武装冠 现在175我主别这边的一个剑会单挑赛 我感觉好多物理系啊 感觉好多人玩物理系 感觉物理系又重新站起来了兄弟们 对面我们瑞宏丰 观战方的话武装冠 对吧 看对面这个宝宝配置的话 吸血鬼加狂暴 那观战方是稳赢的局 好吧 100%稳赢的局 这边的话宝宝避了一批 亲对面的一个无魂的宝宝 没有错 对吧 把无魂的宝宝清掉 翻遍观战方出地听 好吧 观战方风吸一速 对面宝宝 这边两个宝宝有分关了 一批就走 我跟你说 这宝宝有分关 特别痛 OK 宝宝有神 宝宝有神 后面这个配处可以给前面这个宝宝吃个药 对面的武装冠可以套对面人 对吧 武装冠没有选择套人 如果我是观战方的话 我这一把对不对 宝宝 宝宝会套风对面宝宝 就宝宝会给自己的宝宝顶要 人物会套对面人 对吧 没有选择风对面 也是对自己的 对不对 宝宝很有信心 所以你们可以看得到现在打这个机会单挑战 我跟兄弟们说一下都是高手 你看对面这个宝宝 全部都是这一种 有四息的宝宝 就不要看对面这宝宝 可能说造型不怎么样啊 你看没有 这边宝宝丢单法过去的话 有吸收 你批一下 这宝宝神 这宝宝神的好像 观战方可以换个宝宝屁了 这宝宝有吸收啊 OK 武战官这个时候三个宝宝 对面的话 还可以 三个宝宝 宝宝看性可以啊 对吧 后面这个宝宝清掉啊 他后面这个宝宝特别关键 清掉后面这个宝宝 关战方便出地厅啊 因为他现在出地厅的话 他后面这个宝宝可以丢魂 所以说的话清后面这个宝宝比较关键 我给封人 对吧 该封人的时候还是要封人 对面的话 一直在晕关战方的这个加分关的宝宝 一批 批个拉斯 小批头批你 小批头 OK 继续安排分关 一刀 一刀 右边出来一个魔晶激发 残柜加小子 啥意思 加分关 难道你关战方还是有优势呀 我跟你说三个宝宝有分关 是什么概念啊 小批们 三个宝宝带六个宝宝用啊 对面听神仙星姐 看这一会儿能不能把后面这个宝宝清掉很关键 OK清掉 那清掉呢 下一会儿直接给对面甩无魂 清小孩不就行了吗 把这个小孩也可以清了呀 你看这分关宝宝 批的痛啊 给前面这个配处丢回来啊 继续起分关 应该是要请小孩啊 杀威铁弹 9500 三孩还可以 关战方宝宝不多啦 还有三个宝宝 有一个孩子 三个宝宝 要小心一点 要小心一点 因为 还有两个地厅呢 所以说现在要把宝宝给保住啊 先出宝宝了 直接出地厅了 那对面刷飞机怎么办啊 对面没有有飞机 没有用飞机 那对面 不就直接 比赛直接结束了吗 兄弟们 OK这宝宝死了 没有关系 那下一把直接给地厅加笛子 不就没了吗 再看一下 OK 占地一加 魏鸿峰也不行啊 哈 高速地厅有战跌 这不得全死啊 我觉得除了 有法术繁育的单位 死不了之外 我觉得得全飞 你看 这你怎么看 哦 这个宝宝有吸收 这个小孩有吸收 这地厅怎么 就秒 这几下就不秒了呀 大哥 应该还有地厅了 再出地厅 两回合出两个地厅 冲对面 对面 而且关键帆宝宝宝是一个红旗一束 对面宝宝又神 对吧 关键帆宝宝一直给对面宝宝甩无魂 对面宝宝有吸收 我跟你说啊 这种孩子都打吸收的 这妈专业 专业打尖灰单挑赛 我跟你说 不是专业打尖灰单挑赛 这个孩子的话不可能打 吸收的呀 兄弟们 OK 这个是那个技能多的那个地厅了 OK 对面宝宝没有水吸收 有土吸 有没有火吸 有火吸 我操 有没有雷吸 拉起来 哎哟 哇 天总要小心啊 对面这一拉起来的话 赶紧把对面这一拉起来的话 两个地厅出过才 背包里面还有一个宝宝 那这个比赛 对不对 兄弟们 那这比赛的话就 什么疯狂吸收 哎哟 我跟你说啊 兄弟们 不要看对面 这个宝宝啊 什么比较垃圾啊 什么吸血鬼啊 对吧 童子啊 我跟你兄弟们说一下 对面这个人 打尖灰单挑赛 有套路的 我跟你说 没有套路 不可能带这么多 有吸收的宝宝 看样子 对面这个人 也是个高手啊 兄弟 真的 现在是个高手 这宝宝都有吸收啊 宝宝如果说 以后175 见回单挑赛 宝宝都是带这种 有吸收的宝宝 那风系不一定有优势 我跟你说 那什么三寸啊 五专冠啊 你你你地厅冲不掉了 我跟你说 那就不一定 真的 那你就不一定有优势了 兄弟也真的 有一说一 你看这宝宝 你看没有 OK 对面出来一个隐身 观战翻 应该还有一个小孩 还有一个农宫小孩 没有出过 OK 封人 观战翻要重新控制一下 出一个农宫小孩 给宝宝加个分关 慢慢清宝宝吧 而且对面是两个雪宝宝 对吧 两个雪宝宝 加个分关慢慢清吧 观战翻选择 先打对面的一个九转了 不过对面有小孩在 拉自己不需要消耗九转 赶紧给宝宝加分关吧 对面这个 我跟你说 能碰到观战翻的话 对面这个分也 不会太低 不过 如果输一把观战翻会掉很多分 这边出了一个农宫小孩了 一个拉 我没有选择一个拉 一个解 天总这个农宫小孩的话 不是那种 跟兄弟们说一下 他这个农宫小孩的话 不是那种高鬼魂的呀 是那种高气神佑的呀 你赶紧给宝宝加分关了 不给宝宝加分关要输啊 感觉要输啊 对吧 给宝宝加分关取秒 秒起 这农宫小孩不一定能出手啊 感觉被针对都不一定能出手 OK 没有单农宫小孩 跟兄弟们说一下 这个农宫小孩 农宫小孩其实伤害特别高 但是说他的速度特别慢啊 OK 对面这宝宝神有 感觉 这一把神的观战翻有点崩 对面 头下面技能特别多啊 单头飞机都有 还好有套重 你看没有 这边贴 贴小孩了 再秒 砰 2100 不是特别猛啊 OK 感觉 23回合 观战翻这个 局面的话 有点不 我跟兄弟们说了一下 你们说是不是炮哥做视频做的太多了 这蛮天总这边被针对了 我觉得现在 175见会的玩家也挺多啊 好吧 我感觉被针对很正常啊 这感觉是真的被针对了 就没有以前那个一出地厅必赢比赛的那个感觉了 我觉得现在一出地厅必赢比赛的话要出个攻地厅 但是攻地厅的话速度没有对面物理性那么快 对吧 法地厅的话对面有吸收 所以说的话现在 如果说风系碰见这一种 对面 这个宝宝有吸收啊比较针对的确实不太好打 回来班输了输了 26回事 要撬了 可以看到天总现在的这个操作啊 这个操作的话也是不太想输好吧 好吧也是不太想输啊 没有办法 没有宝宝了 但近年纪 回归测试中 对面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雪山的那个微红风啊 这个套路可以啊 对面宝宝妈没有童子啊 都是什么豹子吸血鬼什么的 根本没有童子啊 看见没有 所以说这个幸会大家是要套路的呀 对吧 你有套路 你就可以弥补硬件的不足 对不对 你如果有套路又有硬件的话 那你就是无敌 好吧 就是你又有钱 对吧 又有套路 那就只能更牛逼 OK 天总这边的话也是不想输啊 起个对面跟 我跟你说 现在 关在番能赢 只有一种可能性 对面停电 好吧 对面直接一把停电停起 而且停电的话 得关在番疯狂摇铃丹 对吧 把这宝宝都给摇跑才行 不然的话都没有什么局了好吧 我说怎么会掉到第二 原来 最近天总这么困难 开样子炮哥是时候散天总号 把天总操作 操作了 我跟你说啊 你像这种局如果输一把 第一个是第一 分掉的特别多 第二个以后再打对面啊 这个地厅都不一定敢出啊 真的 这样是我回合 不想输啊 你看 天气同瘦了 天气同瘦的话 就是想走得快一点 好吧 不想折磨自己了 好吧 下期比赛我们再见了 这把比赛的话 翻盘的话也是 对面全靠宝宝细节 好吧 喜欢的点个算计点个赞算你们